淡水风树湖过年期间好多花盛开 今年最有名的牧莲花目前已经开始绽放 风树湖发展协会就说从1月初开始到现在 牧莲花已经开了超过三成 今年农历新年运气相当不错 气象预报北部一连都是好天气 因此也是民众外出踏青的好时机 而淡水风树湖以往在年节期间 都是许多花会盛开的季节 今年在淡水风树湖最有名的牧莲花 现在可以看到目前已经开始绽放 而风树湖发展协会就说从1月初开始到现在 牧莲花已经开了超过三成左右 今年花光特别好 因为天气特别好 然后所以说它花光非常好 所以说大概一个月前就开始开了 但是大概应该是落在2月 农历的2月初开始会大开 然后希望如果民众有空 能够常来这边玩 然后这边一定会让你觉得说不需此行 大概三成而已吧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还很久的时间 大概到3月 这个过完年之后 对对对 2月初最漂亮 在2月初最漂亮的时间 风树湖理事长说 今年游客来到风树湖园区 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 为了要让民众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赏花环境 从好几年前游市议员蔡景贤争取之下 市府配合各项建设 让原本种植许多花卉的风树湖 变成一座开放的园区 而这几天阳光绽放园区都有不少的游客来赏花 里长也相当欢迎民众来看木莲花 所以你这个风树湖啊 就是吉利在推广这个木莲花 所以我们有大家都很乐意把这个风树湖 打造成北台湾热门景点跟赏花的秘境 这个风树湖的木莲花 因为早期种很久了 所以花矿如果全部都开的话 真的很漂亮 人间仙境欢迎大家来赏花 里长表示风树湖位在淡水水源里 是一座室外桃源 现在正好要进入花季 伴随着樱花绽放 木莲花已经开始开花 大约在一个星期多左右 在农业年节期间就会大开 民众可以来风树湖目睹百花齐放的景观 记者许端一 淡水三方报道